我是Vincent,別名是《北道明王》 我是一個全職的星空攝影師 我覺得星空攝影也是一種藝術 始終星空攝影不只是一個所謂的天文學 始終也有攝影的部分 我覺得一個很漂亮的星空 可以表達到一個希望、有希望、很開心的感覺 枯枝、森林加上星空 會給人一種比較陰森、陰沉的感覺 例如雪山,給人一種很冷冰冰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星空攝影是藝術展現的一部分 我自己比較喜歡去炎湖 因為在炎湖拍攝到星空的倒影 作品的效果我覺得比較特別 因為整個人都被整個星空由上到下 由頭到尾 有一種完全融入了星空的感覺 我看完廣州雙管大火系列的幾張作品 三張畫的畫家刻畫了火災、前、中、後的情況 可以清楚見到天空的變化 由最初火警發生的時候 去到火勢最晚的時候 到後期龍煙閉日 看不到任何星體、星星 我覺得那個繪畫的方式 跟我們拍攝星空的裘圖的手法非常相似 我們的星空長期隱蔽了 火燭完、燒完之後 天空污染了 香港的夜空比較特別 就是光污染比較嚴重 但香港亦有些很特別的景色 例如城市的景色 再加上一些星空的景象 反而我們去到外國那些很黑的地方 是沒有這個景象的 所以我自己都有一個系列的作品 是拍攝這個城市銀河 人、城市和星空的關係 這個是比較特別 現在我們看到的位置 就是今晚會拍攝這個城市星空的地方 我自己希望可以以這個香港藝術館作為一個前景 希望可以成功拍攝到在上方的銀河 這次這幅作品比較特別的地方 我覺得是城市或尖沙咀的上空會見到一個銀河 看到一個星空 部分這些城市或建築物的前景 在我攝影師的眼中可能是剛害 對於其他人尤其是外國的遊客 很多都是因為香港那些很漂亮的偽紅燈 特地來香港拍攝 所以我覺得這個比較有特色 今次的拍攝 我覺得給到自己也挺大的感觸 因為香港的人 我覺得沒有特別珍惜香港的夜空 見證著香港夏天的天氣 一年比一年差 剛害亦都越來越嚴重 現在可能整個夏季裏面 一年裏面 都是只有幾晚可以拍攝到城市銀河 隨著城市發展 可能我們拍攝到漂亮的星空的地方 或者時間越來越少 所以希望大家都珍惜一下 這個香港很漂亮的星空 有時間就出去欣賞一下或者拍攝一下 即使然有機會 一起享受看 發展 新生夜igos 不信任 有لام 大 高 我是 老 holy 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